你會發現and斜線 那可是問題你要丟給d1的時候呢 記得你在前面加上一個cdate 刮弧起來 那什麼叫cdate 其實cdate有點像跟date函數很像 就是把文字轉成什麼 日期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將來有一個字串 要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那個日期的話用cdate 那c實際上就是有點像那個把它轉換 轉換就是也許是什麼change 或者translation 就是你把它轉換成date函數 所以cdate函數 再來的話第二個是下個月的第一天 那我們剛剛用e-date函數 可是VBA裡面沒有e-date函數 它裡面有叫date函數 那date函數其實跟什麼 跟那個e-date很像 但是多一個參數 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m 這個好像前面好像有沒有講過這個 有印象嗎沒有 如果沒講到 但是我的補充資料應該有 應該有 就是說呢 如果你將來在VBA裡面呢 要去計算那個日期的增減的話 其實可以用date的 然後第一個參數是相差多少個月 那這邊就是一個m 一個月跟什麼比 跟上面這個比 所以跟上面比一個月 那一個月 那就是下個月的第一天 就是第二了 再來的話呢 本月的第一天 一樣啊 date 所以在VBA裡面一樣有個date 然後呢 把D2-1 這個部分一樣 那在V-date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把剛剛有四個東西 出尊格裡面的東西刪掉 但是我刪掉之後你就不work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勢必要在VBA裡面 把剛剛那四件事情 在VBA裡面完成的話 答案就在這裡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四行 上面我當然都有加註解 所以你們等一下call的時候 應該上面都會告訴你 這到底是做什麼 以後如果你做不出來 你就參考一下 改一下應該也可以做得出來 那如果有些細節的部分不懂的話 我建議你把優標放在這上面 按F1 它應該就出來了 那底下的部分都一樣了 那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是range 那個什麼 range L4 你就把它改成D4 那如果是range L3 你就把它改成D3 把它改一下 最後的話 跑出來結果就ok了 所以理論上 我把這個 萬年例5 Ctrl C 一樣 把它放到我的程序裡面 記得不要亂貼啊 因為現在我是在 這一個的程序裡面 記得